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军业和大家见面了 由赵振雄、车胜员、韩啸舟、吴承勋等专业的电影《信徒2》 上周在Netflix上线 不过在韩网却口碑普普获得低分评价 似乎没能延续前作的票房荣光 韩啸舟这次在片中挑战反派角色 不但狂恋肌肉还有不少中文台词 虽然构置清晰,但还是听得出口音 不少观众表示,根本完美复制好友邱慈炫 《信徒2》为2018年电影《信徒》的续作 在Netflix独家上线 剧情讲述在龙山站展开激烈削战后 依然追踪李先生组织的袁浩、赵振雄氏 和销售的乐、吴承勋氏 以及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布莱恩、车胜员氏 和为了平息事态而从中国来的大刀、韩啸舟氏之间的恶战 韩啸舟在片中誓言为了解决背叛者 而来到韩国的中国独销、大刀 个性残忍很利 一个眼神就让人不寒而栗 韩啸舟跳脱以往的女神形象 为了在最后的决战场面展现肌肉 不惜疯狂锻炼 三天不喝水 终于成功变身霸气外流的女大佬 前后差异在网上引发热议 除了身材 韩啸舟也为了角色苦练中文台词 她在片中狂料狠话 牛逼轰轰的陈总 一个怂样惹我们的下场 口齿清晰 基本上不看字幕也能听懂 只不过还是有着明显的口音 华语观众一听就能够听出来 更有网友打趣表示 还以为是好姐妹邱慈炫在讲话 韩啸舟的好友邱慈炫 早期曾赴大陆拍戏 经典录剧《回家的诱惑》 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后来她更嫁给了中国演员于小光 夫妻俩一起上综艺 同床一梦二时 两人几乎都用中文交流 展现了邱慈炫的中文实力 日前邱慈炫出席星图2的VIP首映会 就透露韩啸舟常常会跑来问自己 要怎么说中文 难怪韩啸舟ONI的口音 让人如此熟悉 因为跟隐藏版中文老师 邱慈炫一模一样啊 《信徒2》11月17日 在Netflix上线后 在韩网评价普普 对比Netflix今年的其他部电影 《格杀福顺》 《静毅》 《芭蕾复仇曲》都有6分 只有《信徒2》创下新地 只有2分 对此我也没事纷纷表示 感觉没有必要拍第二部 角色不适合韩啸舟 第一部的设定全被破坏了 角色全部崩坏 《柳俊烈》饰演的乐 风味感真的很好 换人眼太遗憾了 韩啸舟真的是被过度评价的演员 演技很突兀 韩啸舟也叫做韩啸珠 1987年2月22日 出生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 韩国模特女演员 毕业于韩国东国大学演剧电影科 2003年获得MTM模特选拔大赛第二名 以及第九届Big Greer小姐大赛第一名而出道 2005年参演清清戏剧 《No Stop 5》正式演员出道 2006年主演爱情剧春天的华尔兹 该剧2006年被八大电视台 以美籍2万美元的台湾韩剧版权购入 这是当年的韩剧购注最高价 打破2003年夏日香气 一级一万八千美金的记录 而且在筹备初期 导演最初主意文锦莹当女主角 答应文锦莹要考大学而放弃 其后曾主演MBC《黄太子》的初恋 程佑丽被选为女主角 答应她不满男主角徐道勇是新人而知名度低 她还多次向剧组人员要求换绝 引起迎导演不满 程佑丽最终此演 最后女主角人选 因此改由新人韩晓珠担任 童年主演剧情片《非常特别的客人》 获得第20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 和第20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 刚刚出道三年就取得这么大的成绩 可以说韩晓珠的运气真是好到爆 2007年主演家庭剧《比天高比地厚》 该剧最高收视36.1% 韩晓珠也凭借该剧获得KBS演技大赏 最佳人际奖和最佳情侣奖 2008年5月 搭档李准记主演古装剧《一支梅》 在当期属于爆款的电视剧 全国最高收视率31% 韩晓珠也获得当年SBS演技大赏新人奖 2009年和李生基主演爱情剧《灿烂的遗产》 这部剧可是爆款中的爆款 最高收视47.1% 为2009年度韩国电视剧收视冠军 被国内香港日本等地引入并播放 也是国内最早引进的韩国电视剧之一 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的韩国电视剧《灿烂的遗产》 曾创下9.7%的收视成绩 在日本同一时间段 播出的所有电视节目中 收视率排在了第一位 李生基和韩晓珠 凭借这部电视剧赚作了人气 获得大堆的奖项 第五届首尔国际电视节 韩流最佳女主角 SBS演技大赏十大明星奖 SBS演技大赏最佳情侣奖 SBS演技大赏特别企划剧女演员奖 这个时期的韩晓珠 可以说是在韩国电视圈内 红得发紫的存在 而且加上本身的形象和扎实的演技 各大电视台纷纷递出橄榄枝 邀请韩晓珠参与演出 2010年主演古装剧《同一》 当其收视率第一 碾压同时段其他电视剧 全国最高收视率35% 韩晓珠又是一堆奖项加深 百想艺术大赏 电视部门最佳女演员 首尔国际电视节 韩流最佳女主角 首尔电视剧颁奖礼最佳女主角 MBC演技大赏 大奖和女子人气赏 并且以24岁年龄 成为该奖项最年轻得奖者 这个时候的韩晓珠 已经登上韩国电视剧范围内的最高峰 成功峰后 在电视剧成功登顶后 2011年 韩晓珠开始进军电影圈 和苏志谢主演爱情片《只有你》 收获102万观影人次 2022年主演古装片 《光海成为王的男人》 该片观影人数 1230万人次 打破韩国古装片的票房记录 同年主演爱情片《穿可贴》 创造247万观影人次 韩晓珠也获得白想艺术大赏 最佳女演员奖的提名 2013年 主演动作片《监视者们》 该片累计军影人数 550万人次 并且获得第34届 韩国青龙电影奖 最佳女主角奖 在韩国电影圈内 也成功登顶 完美的丰厚 韩晓珠成为韩国为数不多 登顶电视 电影最高荣誉的女演员 票房号召力和影响力 当人不让 可以说是当时超一线的存在 照理韩晓珠的新童韵 应该是一帆风顺的 但演艺圈的路 没有那么顺利的 2014年8月 李炳仙事件爆出 因为韩晓珠和李炳仙 是同一家公司 而且拍摄的广告正在播出 李炳仙遭大众抵制 气愤的网友 要求同时停播两人的广告 韩晓珠受无望之灾 抵制韩晓珠的活动 正迅速蔓延 众多粉丝也发起了联合签名 要求停止播出 韩晓珠代言的所有广告 更为甚者 要求韩晓珠退出一类圈 而且韩晓珠 还被自己的弟弟牵连 韩国媒体报道了 在一年以前 发生了一起新兵自杀事件 而韩晓珠的弟弟 是当时这位新兵的训练官 报道中称 这位新兵 是因为受到虐打而自杀 韩晓珠的父亲 是韩国军队的高官 所以他的弟弟 并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 后来有调查说 这个新兵患有抑郁症 不过韩晓珠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作为韩国明星 因为韩国民众本身 就对高官有意见 因此在网络上 也是开始了 对韩晓珠的口注笔伐 韩晓珠的电影和代言 全面被抵制 演艺生涯倒退了几十年 迫于压力 他不得不在同年 转向日本发展 出演 戴维克罗的恋爱和魔法 2016年 搭档李仲硕 主演选一剧 W两个世界 电视剧取得了成功 在同时段的节目中 排名第一 最高收视率15% 韩晓珠也在 NBC演技大上 迷你去 女子最优秀演技奖 和Best Couple上 但14年事件的影响还在 韩国网友还没放过他 被指示知情不报者 因此愤怒的韩国网民 称韩晓珠为杀人犯 韩晓珠的人气 跌到了谷底 在韩国 韩晓珠基本上无戏可拍 于是他转到日本和美国拍戏 并且一直在寻找回归的机会 18年 搭档江东元 转悬一篇 《金色梦香》 创造138万观影人次 童年演动作片 《人狼》 但不算成功 2019年 参演美剧《绊脚石》 也是不算成功 2020年 确认搭档 藤原龙野 竹内梁真 转叠战片 《不动的太阳》 童年 确认主演 古装动作片《海盗2》 鬼怪的旗帜 离开韩国 大众视线太久了 当年的事件也都平息了 2020年 李盛记和车太炫主持的 首尔香巴佬 第五期 来到了首尔桌边的青州市 作为李盛记的老朋友 韩晓珠顺理成章地 参与了青州片的录制 也许是消失 韩国电影影幕太久 重回大众事业的韩晓珠 再次点燃了观众的好奇心 果不其然 青州片夺得 节目首播以来的收视冠军 取得TVN电视台 当年晚 十一点当 综艺节目的收视No.1 不仅如此 韩晓珠 韩晓珠年龄 韩晓珠身高 更是霸占当日 韩网热搜榜前列 可谓是人气爆棚 我们下 separate 判魔 判魔